女人吸引男人眼球的五大身体部位 一,S型身材留住她的目光 身体曲线是女人的标志之一 完美的S型曲线将女人的身体特点显露无异 给男人以极大的视觉享受 其实是未见正面 也能从背面获得极大的美的满足 一个拥有恶努曲线的女人从身边走过 没几个男人能经得住不多看几眼 即使是隔着一山也能引起人的无限下降 男人对女人的幻想总从一个小细节开始 诱人的S型曲线是所有幻想的开始 二,惹火红唇吸引她的视线 红色永远是充满热情与性感魅力的颜色 落在女人的嘴唇上就像点燃了男人的原始欲望 充满魅惑 唇在脸部张有重要的位置 五官的精致当然能让男人注目 惹火的红唇更是眼光聚焦所在 尤其是在互相交谈的时候 女人倾其助成 香气为土 一张一合之间让男人无法抵抗 同时传递着一种强烈的性感信息 让男人在瞬间被吸引 再也无法转移视线 三,迷人胸部性感魅惑 从来没有男人会不在意女人的胸部 一双挺拔傲人的双缝永远是男人目光聚焦所在 男人天性有着对美的欣赏 最喜欢捕捉的便是这种极致之美 即使在人群混杂的地方 也能在第一时间一眼看到想要追寻的地方 半眼不露的苏兄是最让男人扭念 在落与不露之间让男人获足了影 四,迷人欲腿让男人疯狂 女人们都希望自己有一双修长的腿 男人们可能要对长腿有着很深的迷恋 他们认为那是一种性感 那种性感最让他们为之疯狂 五,柔软腰致叫男人侧目 女人的完美曲线除了乃自于傲人美胸 还乃自柔软的腰致 腰致间的沟壑演绎出的是一种 如水般的温柔之美 让男人在观赏的同时 心里不自觉地扭露出无尽的柔情 连相惜欲之意,抑郁言表 女人最性感的腰身 其腰尾和铜尾的比例是七比十 这是最吸引男人的比例 对于拥有完美比例的女人 男人很少能不多看记忆